哎呀 儿子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在干什么的 妈 妈 你怎么还带这么专业来了 孩子 他们是 怎么给你绑起来了 欺负你了 妈 妈 快带他们走 行了你 要人把亲妈都摇来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 给我儿子绑起来干什么呀 这强死我老婆 妈妈妈妈妈 你别别走了 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不能走 我得把他们都给拍下来 你拍下来 你拍 你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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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你别 你们不能走啊 我还有报警 我抓你们呢 拍什么拍照 快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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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干 你给我松开 别笑了 儿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样 人拍了呀 这儿人说 张迟 雪儿 我需要你帮我 帮我 你 你说啊你 真够丢人的 你有完没完啊 你说 会不会是 郑雪儿故意搞你啊 想多了你 哦 对了 我今天刚签了个大客户 等郑雪儿休假了 我就是总监了 你说那大客户是不是先雕啊 对啊 怎么了 我 我 说 你是不是跟她睡了 你说什么呢你 那个姓雕的是出了名字色鬼 你这么容易就欠了那单 你肯定是跟她睡了 蛤 是不是在你们男人眼里 我们女人只要成功了就是靠睡啊 真是越没本事男人就越碎了 我就喜欢你这样 密总监 你再叫一遍 密总 密总监 等我当上了总监 郑雪儿就别再想回公司 宝宝 你怎么哭了 我舅舅去世了 舅舅 那个特别有钱的舅舅 那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你看你这话说的 那我不是你的亲人啊 我听说你那个舅舅无二无女 那他那些遗产啊 人才刚没 你就惦记人家遗产了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想啊 他又没有儿女 你如果身为他的法定继承人 你就有义务去保护你舅舅的遗产 他根本就没有钱 他所有的钱都用来买那个别墅了 那也是遗产啊 那房子现在值三千多万呢 那房子给保姆了 你谁 保姆 不是 你舅舅老年痴呆 他怎么立的遗亡 这里头肯定有问题 这个保姆有大问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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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